我們二月的時候就跟他們溝通了 他提出要求是修繕他們的陽台跟水管 對 然後我們也砸了快十萬去幫他們修繕 然後他們輸的我們都做了 然後做完之後他們人就直接消失了 電話聯絡不上然後傳點訊也不回 一樓的那個寵物店的小姐他們有講說 當時好像有幫你們去處理了二樓一些相關外面修繕的部分 我跟妳說完全是騙的 二樓的修繕是我自己出錢自己修繕的 結果他去告訴鄰居告訴網友說 那個是他做的錢 還說是我要說他做什麼做什麼 然後交換的條件是幫他去同一處 然後來都有這種事情 幫我做修繕的選擇他看不下去 他幫我到自己瀏覽去幫我做的成績 按照片 我们搬来这边大概有三四个月了 我们二月的时候就跟他们沟通了 他们那时候一直讲话都含糊不清的 就说好啊可以啊 但是他们没有明明 这样答应就说那你们可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他们说的我们都做了 然后做完之后他们人就直接消失了 就不见了 电话也联络不上 然后传点讯也不回 就完全找不到人这样 他提出要求是修缮他们的阳台跟水管 对然后我们也砸了快十万去帮他们修缮 来你们的那个收入就是 知足都是没有办法的腿 对都没有办法 嗯 那之前爸爸是有 就是压力太大在前面马路这边就是有那种咆哮状态就对 对对 他那时候就一直都是这个状态 嗯 然后每天晚上喝酒就压力很大 他想要释放压力 可是他没有地方可以释放 嗯 对所以他就只能选择这种方法 之前是先店修一个礼拜 然后我们先把上市办完 然后上市办完之后我们再重新振作吧 嗯 然后也感谢就是一直以来的就是 朋友们的支持跟客户们的帮助 嗯 这边有得知到消息是说一楼的那个 藏物店的小姐她们有讲说 当时好像有帮你们去处理了二楼一些相关外面 修缮的部分 我跟你说完全是骗的 二楼的修缮是我自己出现自己修缮的 我请自助人来找幻想的房子 就是自助人 我原因是因为 防火箱人边有经历的文件嘛 或者他讲他什么文件 因为他就长在一个防火箱 然后我们如果要看上去他的户屏 一照他们的话就可能偷换他的户屏 所以我从五楼跳卦 自助人请出自助人公团来 帮我做幻想的房子 还有就是后阳台旁边被人听到 结果在警方去西北京做 到学习去修缮文化学习的机会 结果他去告诉邻居 告诉网友说 那个是他出的钱 而且还说是我只要求他做什么 然后交换的条件是帮他去终于出场 以后来就会有这种事情 帮我做修缮的学者他看不下去 他帮我到日子留言区 帮我做得澄清 结果他现在很残疾他告诉我说 那些人全部都在找他麻烦了 因为对方他这个楼下这个先生 好像今天还是昨天 可是我知道他是酗酒 他是酗酒又抽烟 而且他昨天听邻居说 他昨天还有跟邻居在讲话 看起来更惨色 没有什么意证 他就调论说他消毒什么 我说不成同意说是去年八月 去年十月八号就已经在 我就已经在检讯里面告诉他 太太说我 这点不准 十月八号知道 那他后来的十一月六号 他传了一个解释 我现在想一想他有点诡异 他的东西 他说我已经一样没要求 做了一些修杉 以后这个外交联系 然后后一样 我就觉得很快 他要求他帮我做事 他为什么要做事 他为什么要做事 有点好 你别强热,好帮我收拾 收拾收拾的电视 那時候我看到其實蠻猛的 但是我不曉得要怎麼看 所以後來是我的那個 就是當我修繕的那個先生 他就是我從來沒有收到他的見面 他到上面記憶就說 從頭到尾都是二樓一正祝福恨情 出的錢跟一樓完全沒關 他已經幫我看見了 他就在那裡 有餐廳的房子 還是我都可以看見 他才會看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